台东铁花商圈首度导入国际品质认证 而首波认证已经有11家业者取得证书 其中也不乏开设1、20年的老店家 透过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摆脱了成年僵化的服务模式 不仅提升店内的环境整洁 也加强礼仪训练 接下来为游客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台东铁花商圈 台东著名的铁花商圈 透过县府今年度导入的ISQM国际服务品质认证 目前也有11家业者成功取得这项国际认证 而其中也不乏在地开设1、20年的老店家 没有依老卖老的态度 更透过参与这项认证 将过去成就且僵化的服务模式 带来崭新的改变 不管是现场的动线调整 或者是我们可能环境的清洁 桌边的服务的一些工作细节 都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可能平常虽然我们已经开了20几年 但其实有些其实在现场服务上 我们可能已经僵化了 但可以从许董身上 我们学到一些比较具体 可以改进的一些东西 让现场的所有同仁 或者是工作的伙伴 可以在能力上有所精进 然后让每一位来用餐的客人 都可以得到可以满意的用餐的体验这样子 在忙碌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微笑 或是可能忙碌之后 他的火气比较大 可能口语上的音调会比较大声 会比较没那么的温柔这样 有时候可能客人听起来就会比较不开心等等 那老师在教导的时候就可能说 我们把事情一步一步慢慢来 然后可能客人来了 一个客人来慢慢的去带 然后亲切 然后用比较温柔 比较平顺的语调去跟客人问 然后点餐这样 这次通过认证的商圈业者 包含牛排馆 手摇引 眼睛行与咖啡馆等11个店家 在层层筛选与培训中 历经实地辅导 教育训练 还有交流参访 大大提升了店内的环境与服务品质 希望借由国际认证的导入 可以带动起铁花商圈的整体发展 既然起轮 塔东市报导 大家可以关节